每天100秒带你看两会 3月7日两会记者会迎来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谈及中美关系王毅表示 中美应重拾荣兵初心 重整行装出发 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三原则 替代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 谈到俄乌冲突 他表示 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 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回答中心社记者提问时王毅透露 今年会打造升紧版的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推出增强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助力安全健康便捷的跨国旅行 今天委员通道再度开启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示 希望香港所有学校以及青少年活动中 更重视对国歌与国旗的教育 尊重国歌与国旗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采访中霍启刚还鞠躬感谢全国人民对于香港防疫的帮助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热搜榜 网络水军的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表示 网络水军猖獗多年打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 建议毒死网络水军的生存空间 针对此现象中心网也发表评论称 应提高网络水军的灌水成本 切断网络水军的利益链条 建议取消商品房的公摊面积也上了热搜榜 全国政协委员洪扬表示 商品房销售中附加公摊面积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公摊多少面积则是一团迷雾 他建议将公摊面积成本核算到实用面积中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 我们将聊聊两会上的女性话题 两会100秒 我们明天见